还记得这里吗? 今天来了一个位置 今天居然涨水了 这水很快涨到上面了 之前都是很强的水的 今天涨了好高的水啊 来到现场,啥也不说,直接先打窝,压料打窝 耳料就开老三样,南纪918,速攻二号 其实耳料开什么都不重要的 要是有鱼的话,什么都吃 要是没有鱼,你神香耳料都钓不到,对吧? 所以耳料呢,这方面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主要还是看鱼 趁着耳料还在防醒当中 偷偷的打两个抛肝 单勾挂蚯蚓 老规矩一条蚯蚓,来 一整条八二年的蚯蚓 接着来 抛头的时候,这里最好留着二三十公分 不要收到紧 这样才好抛头 等那个钳坠下底了,就把线收紧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开始钓鱼 走水很严重啊 所以钓的是跑钳 线煮2加1 3号新东关 要跑钳 今天这个天气又变热了,应该鱼就好钓了 跑钳太笨了 不知道有没有丑 把这个纸线弄短一点吧 不然信号出不来 下一个大松 而且这可以钓鱼啊 下一个大松 这只可以钓鱼 是一个钓鱼 嘍鱼 那咱们是贵 好,很虑 变得更加热 下期就可以口中 让你小白条 已经发波了 已经抽了十几条了 顿口 这是什么 不会切线吧 啊 这么给力的吗 啊 一个大大大的三角鸡 大了 比我个巴掌这么大 哇直接一条 三角鸡 这么猛的吗 啊 吓死人 还是毛到的看到没有 毛到下面这里 你们看得出来吗 那个水走得好厉害啊 你看我这飘就知道了 我飘都 斜着的 幸亏我是中签 到底 要不然都站不稳呢 走水太严重了 现在我换一个家出尾的 要不然跑天都躺不稳呢 这两个小刨刚也是骑得怪的 我之前在这里钓很多黄骨鱼的 今天呢都没见有 铃铛就响了几次 种了一条驴 然后就没了 不应该啊 之前这个地方超级多黄骨鱼的 今天既然一条都没有 全都是大罗飞在这里 而我钓到的呢 全都是小罗飞 中了 三角剂 只要浮飘有一丢丢的信号就打 那就中鱼了 因为我钓的已经很钝很钝的了 跑签嘛 本来就钝了 看勾的是下嘴唇 勾下嘴唇的话一般都是很钝的 这么大的鲜 所以说只要浮飘有一点信号就打就可以了 那就肯定中鱼了 下嘴唇 下嘴唇就给一口 螺飞 锅到的 鱼 绿水千三种事情 鱼儿赶紧上钩行不行 又中 只要 哎呀 鲤鱼啊 鲤鱼啊 鲤鱼鱼 鲤鱼 哈哈哈 打不打 呀 爽到爆我今天尿鱼 顺口鱼竿 终于 漂亮 小螺飞一条 哈哈哈 中了 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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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威胁我线吧 好猛好猛 这是什么 翘嘴 这翘嘴可以吧 我去 铃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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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铛 这么小的一只黄骨鱼 中 又一个板机 三角机不是板机 不看不知道一看 哇这水涨上来了 这水今天早上在那里的 现在已经到我相机支架这里了 溜了溜了不掉了 溜了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哇多不多 爆了爆了爆了 小爆小爆 收获满满啊今天 拿回去给别人吧 这个鱼他说他要